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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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無呢 這個無我們就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到底這個無是我呢 還是真如呢 一般的凡夫呢 或是一般的民眾呢 他認為這個無就是我 那為什麼他認為這個無就是我呢 因為他有我持嘛 他不明白什麼叫自信 他不知道我們這個生是夜報生 覺悟的人呢 他這個身體叫願力生 所以對一般允允眾生來說 這個無他們是 理所當然的認為就是我現在的我啊 就是現在我這個 會賺錢的會做事會吃飯會睡覺 有家庭的這個我啊 這樣我們騰他這招 迷惑的眾生 我們稱他為反覆 只有清淨三寶學佛的 他從歸一佛門以後 依佛頭的三藏所不得教誨 來學習 這個佛所說的 我從哪裡來 所以這個無呢如果是從謎的角度來說 是指 輪迴身是指 緩呼 如果是從覺悟的角度來說 那是真如自信 是法身 那麼佛頭說呢 每一個眾生這些祭祖佛信 也就是六子大師說的 何其是本自清淨 本自祭祖 本無動搖 本不生命 何其是人生萬法 這是六子大師 他覺悟以後 他開悟以後 他對他的師父 他的老師 吳祖宏倫大師的心得報告 所以證明 每一個眾生都記住這個真主佛信 所以我們 如果從這個字意上來說 這個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是真望和和 但是如果按照五一十七四 為世代夫是 是指輪迴 所以是凡夫的我 那麼這個五就是我的意思 那這個我呢 在佛教上 有四個我 第一個凡我 第二個神我 第三個假我 第四個真我 一般如果沒有學佛的話 一般沒有深入經濟的話 他不知道有四個我 他大概只知道是一個 恍乎的我 會煩惱的我 會煩惱的我 會貪愛的我 會生氣的我 會嫉妒的我 會生氣的我 所以呢 這個凡我呢 就是凡夫所執迷的我 那麼神我呢 是指外道 什麼叫外道呢 外道就是心外求法 在佛陀那個年代呢 叫六四外道 心外有極樂 心外有內盤 心外有解脫 像外求法的這個都叫外道 這個是神我 那麼假我呢 假我就是 吃子並無實體 而假明為我 如稱呼有五韻假和的肉體 這個身是假我 這個五韻四大的這個身叫假我 所以菩薩要去救度重生呢 他必須要借這個假體 他是一個載跡 他是一個載跡 我們現在講的電腦的名字叫載跡 所以菩薩跡普度重生呢 他也是用這個假我 這個是假我 那麼第四個呢 是真我 也真我就是如來法身 就是八大自在的我 所以 一般我們以前在諧典研究的時候 老是跟我們講 我有四種 凡夫的我 外道的我 菩薩假我 如來真我 那麼這裡 我們又引用 賤葬大師的開示 唐朝賤葬大師呢 歡禮的 阿比達摩大匹菩薩論上面 有講 我有二種 一者罰我 二者不特且若我 善說法者 唯說 使有法我 法性使有 如實見故 不明惡見 外道一說 使有不特且若我 不特且若灰使有性 虛妄見 故明為惡見 那這段的經文的意思是這樣 沒有 他說我有兩種 一則是罰我 二則是不特且若我 這是泛影 阿 會說法者 只有說這個真實的這個 法我 法性實在是存在的 也就是我們的自信 那麼如果能夠如實見到這樣的自信跟本性 這就不叫惡見 這叫正見 外道他也說 有一個不特且若我 但是不特且若我呢 灰使有性 他是妄見 虛妄之見 所以叫做惡見 那我們再來進一步詳細解釋這段經文 我有二種 一則罰我 二則不特且若我 這個罰我它的意義很深遠 你可以依照不同次第 做不同淺深的解說 啊 為什麼說這樣 依照不同次第的 不同次第的 做不同淺深的解說 比如說阿羅漢 阿羅漢把我指破掉了 可是阿羅漢並沒有破法子 也沒有破根本無名 所以阿羅漢他正的是我空真如 他是正覺 阿羅漢還沒有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那麼菩薩呢 菩薩 前教菩薩的話呢 他是破成沙或 他破見識或 他破成沙或呢 並沒有破根本無名 還沒有離開死法界 所以菩薩他在死法界內 他還沒有見佛 如果按照原教的說法呢 要離開死法界 一定要分正位 破根本無名 才離開死法界 進入一真法界 所以阿羅漢也可以說 他正得無我 菩薩也可以說他正得無我 那麼 佛所正的 那個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這個罰我 他在這邊講說 依照不同次第 做不同淺身的解說 就看他悟到什麼程度 那麼第二種自我呢 是假我 不特且裸 是指有情眾生 是輪迴中的正報主體 一報 則是客體 人是主體 就是正報 車子房子是客體 就是一報 那不特且裸我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自我 就是有情眾生 所認為的自己 譬如說這個房子是我的 這個身體是我的 這個太太是我的 這個小孩是我的 這個營養存款是我的 這個都是他兼顧的自我 他不知道這個是假我 所以一般的法師的講法是說 這是借你用的 你擁有使用錢 沒有所有錢 這法師他就 比較方便的這樣教也是對的 因為他一下子也沒辦法破執著 他破執著他就出三界了 他至少也像阿羅漢 那沒有辦法至少跟他講說 這都是借你用 你實在在聽不懂 活頭說 哎呀這個就是 一切有違法 惹夢幻報應 如如一遍映坐盧士官 所以我們說這個財 是五家共有 有水火戰爭 盜賊 官府扣稅 有水火戰爭 再加一個不孝子 陳大會老師再加一個癌症 陳大會老師再加一個癌症 尤其現在電腦很發達 有時候你的賬戶被害客親住的話 甚至上千萬的錢都被無鬼搬運就搬走了 這大陸就發現過這樣的情形 整個春館被銀行的人 把他全部都倒光了 春館不明是有你的錢 一下變成歸零了 幾乎所有眾生沒有覺悟的 都很難放下那個我 所以我們今天要探討這個 五無一時期思維世大會生 學者就好好跟各位講這一季經文 你要真懂的這一季經文 就成如周安士基士說 事得此偏開端矣 一失勾半矣 我們說成奇人基士解釋的這一本 他的翻譯比較特別 他解釋這個經文說 事得此偏開端矣 一失勾半矣 他的解釋是說 理解這篇開頭矣 就等於已經倡迴了一半的故事 我也不認為說他講的不對 他講的也對 就唱我一丈嘛 但是我覺得那個深度還可以更深更圓融 就是你體悟那個我 你離開環顧的我 離開那個外道的我 離開那個菩薩的假我 你分正法身入究竟為了說成佛 見到如來真佛了 竹安士菩薩說 你事得此偏開端矣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若人事得心 大地無蹭土 禪宗講 若人事得意大地無蹭土 所以呢 車子房子是客體 人就是主體是正暴 車子房子是義暴 不特切羅我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自我 所以凡夫一般都認為 只這個肉體跟觀念中的我 是我 其實佛一直跟觀念中的不是 是四大五孕 所以禮命中的時候四大開始分離 那神是離開這個肉體 就離開了 這等下我們都會一一討論 那外道一說 十有不特切羅我 外道他認為也有個我 所以他想要長生不老 最好這個可以活到一百歲兩百歲啊 所以佛我上認為真實的罰我 外道也認為有真實的我 不過外道所認為真的自我 外道或一般凡夫通常知所那個肉體的我 或者知所那個自我的觀念上 那會認為那個是真我 那至於罰我呢 而我就是佛法上來說 就是真正真實的我 就是我們的佛性 究竟我 根本的我 實相的我 覺悟的我 所以佛陀在涅槃的時候 跟阿朗交代那些四件事情 第一個 一四念處安住 第二個 以界為師 第三個 跟六群比丘內 莫兵 第四個 以後進藏階級 經文開端 安如是我文 那個我 就是 真實的我 就是覺悟的我 阿 阿 那個如就是我們的本體 我們的信德 那個是就是我們信德的作用 從體起用 所用歸體 如是就是體用不二 就是我們的信德 所以如是我文那個如是兩個字 是信成就 那我文呢 我文就是你的根性 你六根的根性 你所是用根 你用文性 簡單的說 比如說 現在有個 敲鼓的聲音 你有聽到了 現在沒有敲鼓了 你也沒有在聽 也有在聽 聽那個沒有打鼓的聲音 那個文性 那就是我們本來的我 所以我們的決心呢 在眼夜見 在我A文 在筆能秀 在所能長 在所能抓 在身能觸 在腳能奔 所以以佛法中的不同的佛法名稱來說呢 你透過成佛以後轉世成智 你轉八世成四智菩提 那麼成佛以後呢 還有沒有我 有 那個真如自信的我變成什麼 那變成第九世 叫阿摩羅世 佛學上的名字叫阿摩羅世 阿摩羅世是什麼 阿摩羅世第九世叫清淨世 或者佛性或者自信 就是真實的我 就是我們的自信的本體 那麼 這五一十七思維 世大夫聲音 我就解釋到這裡 阿摩羅世